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今天三大报头条一样也都是刚刚报道过的 战车翻落坠西 造成了三死一命危的相关报道 而针对这一起意外 就有军事专家认为 这一款战车操控不易 另外这款战车最多只能够载四个人 但是却挤进了五个人 而逃生口只有三个 最细之后头下脚上 车内的人员几乎是没有逃生的机会 连番炮击活造战车CM11 勇虎式战车快速移动 串起绵密的炮击火网 展现强大的战力 这款勇虎式战车为M48H的战车改良型 在1984年台美合作开发 标榜可行进间射击 还具备了夜战能力 堪称是陆军命中率最高的坦克 据了解这款战车 就曾在去年爆发贪污弊案 陆军后勤指挥部 多名军官涉嫌篡改CM11的 履带测试验收报告 收受步伐回扣上千万 如今爆发战车 左侧履带卡住最息意外 引发外界联想 军事专家认为当时天雨路滑加上地形恶劣 战车的操控本来就不容易 再看一看CM11的逃生口 一个位在底盘驾驶舱 另外炮管的左右两侧 各有一个出口 车体总共有三个出口 但车内最多只能承载四人 然而却挤进了五个人 一旦失控坠息 车体头下脚上 在拥挤的内部空间 根本就来不及逃生 军事专家表示 CM11虽然不到厨艺年限 但已是老旧战车 履带的耗损严重 机械的料件短缺 维修保养不易 但又换新战车M1A1 预算又遭到排挤 如今爆发这起意外 凸显老旧坦克 被全面太旧唤醒的命运 记者黄六张国良 台北报道